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济山满行的 独眼龙秀,我是你们白巫师,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又回到来我们的 灵的新生 那我Simon师傅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今天的灵的新生的故事 你们做好 那你们的popcorn 开始来听咯 好,ok 今天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罗里的司机 卡车 在这个路上呢,他们就走一个长路要去送货 那这个是在晚上很夜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很多这种卡车都是在半夜 开车去送货 或者去把卡锅送去这里 对 对 那好了,这个卡车呢 有两个人在这个卡车里面 一个自驾车的,另外一个是下货的这个员工 然后在路上呢,他们就走这个长路 然后就遇到这个休息站 他们遇到休息站呢 这个卡车的driver就要下去尿尿 他就先下去尿尿 就上回卡车就继续走他的路程 那走走走走到一半呢 这个员工坐在旁边呢,说他突然去尿急哦 刚才又不要上 这个有点像我在路上的时候 哈哈哈哈 这还有一种冷 你们知道啊,比如说你们从这里 比如说啦,从吉隆坡要下到酒后 你们可能有三到四个休息站 给你上厕所了,对吗? 因为他那种长路应该是 不是一直一直都有的,对吗? 不是一直有的哦 可能你一两个钟,一到一个 一两个钟,一到一个 对吗? 那这个卡车呢,上了之前呢 就要到另外一个休息站 要等多,可能一个钟半 对 但是他已经工作在旁边了 就没办法等那么久 因为他已经很急了 所以咧,这个卡车的司机就说 你能不能够等啊,等到下一个休息站 现在我们在路上的半中间 你不可能叫我停着 让你去尿尿吗? 对 但是他也都说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我真的是忍不足了 我一定要写好了 好了,这样这个卡车的司机 就停在路中间 不是路中间,路旁边 停在这个路旁边呢 这个员工呢,就快快下车 要进去这个森林了 因为这个路旁边是那种草啊,森林这样的 暗暗 是很恐怖 是很恐怖 是我,我都不敢 半夜哦 半夜 那这样没办法 然后呢,这个卡车的这个司机呢 就跟他说 诶,你不好乱乱小便 你不好在路边的这个森林乱乱小便 你要小之前 记得要拜拜 说一声 能不能够你要小便 对吗? 对 但是呢,这个员工呢,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已经很急了 他连听都没有听到这个卡机 这个这个卡车的司机在说什么 卡机 卡机 卡机嘛 这个这个卡车的司机在说什么 然后呢,他就快快脱裤就小了 哇,他看到这个前面刚好有一个石头嘛 对吗? 对吗? 因为我们男生知道在森林乱小便 在这种泥土啊 如果有虫啊什么啊 很恐怖 嗯 所以当然我们是选比较硬的地方 但是这个员工呢 就刚好看到一个石头在前面 他就想到这个石头上了 嗯 小了过后就上回车 上回车,这个卡机就说 又卡机? 卡机嘛 这个卡车的司机就说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走了 你小完了 好了 继续走 再路程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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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到突然间 看到 诶 这么后面 有这个白影在追他的车的 你这样 那都怎样追哦 海味 整个整个路啊 整个高速路啊 是没有车的 对 OK 半夜你们知道凌晨了 是没有车的 嗯 又卡机 卡车 哦这个卡车 哦我这个卡车 对吗 不要再卡机了 然后呢 这个 男的呢 就看回他的这个 反光镜 对啊 反射镜 然后看到有人在跑 追着他的路里 而且怎么可能追得到呢 对咯 哇他就紧张了 紧张了他就刹车 都快快跑了 压那个油 快快冲 冲的时候 突然看 诶 后面那个又不见了 嗯 不见了突然间 在前面这个影出来 怎样出来呢 在路中间 这个东西 就在那边啊 对就站在那边 啊 突然间 突然间 突然间在前面 就是追上了 知道吗 就是他在跑 跑跑跑 飞过去 在前面 在前面 哇这个 卡车的设计 直接unbrake了 诶 诶 这样他很重 才没有转 诶 诶 是是是 吓到 看到这个东西 在在路中间 然后呢 突然间就消失了 又不见了 不见了 他讲诶 什么是 看错啊 还是 突然间 可能太累了 半夜啊 驾车 还是什么 晃神了 然后又 又没有什么 又继续走 继续走呢 这个员工已经睡着了 睡着了 然后这个员工呢 其实 他也是看到东西 在路程的时候 他看到东西 他好像是做梦 还是什么 他看到 很多这种 掉井的人啊 在路 在这个树上 在路旁边的树上 就看到很多灵体 看到很多灵体 他吓醒 他吓醒 这个卡车的 司机就跟他说 你就睡 睡 睡到像猪这样 刚才有东西追我们的楼里 你都没有 你还不知道 睡到像猪这样 还跳在我前面 对吗 但是 他又心想 又发现 什么东西哦 又猪又跳你前面 对啊 完全不懂 他讲我睡觉 我做梦到 这个有人 掉在树上 什么样子 看到就很奇怪了 半夜 奇奇怪怪的 一定会发生的 对吧 然后这个卡车的司机就继续走 继续走的时候 突然间 BOOM 听到有东西在他的那个 楼里的车顶 哎哟 什么东西 他吓到我 又来 又奇奇怪怪 又奇奇怪怪 又奇奇怪怪的东西发生 是吗 我不知道 哎 Hello 我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 突然间 跑到那个 员工的那个门口的外面 又开他的车 哇 他吓死气哦 看到有东西 但是看不清楚 只看到长长的头发 有 都是吊住在那边 要开他的车 他把他窗口关起来 把他窗口关起来 快点 然后他们就走走走 走了咧 又不见了 这个东西 一直消失 一直出现 一直消失 然后 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掉下来 在他的那个大镜前面 在那个头打巴雷看住他 这刀法这样啊 刀法 咦 怎样咧 怎样看路咧 他就说 你下次还敢乱乱在小边 在路边 在我的头上小边 我就让你死 奇怪 这个东西会是讲华语的 但是他就是讲华语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只会听华语 如果他讲下语言 他听不懂啊 对不对 不知道 毕竟灵体没有语言障碍 对不对 这个灵体他可以说出语言 完全提到人听不懂 只有你听 是吗 因为他们没有语言障碍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员工呢 他听了 他整个脸发白 然后这个卡车的这个司机 就看着他员工 你是不是刚才去小边 没有拜拜 没有拜拜 还不要紧 没有跟他们说你要小边 就是这样想 请问等一下 那个 他小边是不是 那个石头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他的那个 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 他的头吗 他都讲你下次不要小边 在我的头上 不是 可是他讲那个石头 不可能是他的那个 body 应该不是他的头的 body 会不会是那个 好啦 因为以前呢 这个还没有开发路之前 这个地呢 是乱站岗的 就是以前那种 飞去的医院啊 或者那种打仗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可能 生了很多病啊之类的 没有够地方去买这些尸体 就刚好在那个地方 做成一个乱站岗去买这些尸体 然后刚好那个石头呢 就是他的这个粉 那个粉末 那个石头是他的粉末 所以他在那边 所以他讲很多 我就讲那个石头 因为我跟他听听听力 我越听越不对路 会不会是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石头 就是他站在 那个粉末 他站着是他的身 他小边是他的头耶 就是那个粉的头 那粉的头 你想一想 你在路边没有灯 半夜这样暗暗 你小边你肯定是 那个水滴到哪里 你桶滴到哪里嘛 但是你看不到嘛 因为暗暗了 所以他就看到 他就觉得是石头 就想了什么 其实不是的 但是呢 这个磷酸好了 他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有他讲 你下一次 他也会警告他 你下一次 对 有一些生气 那如果生气了 直接死了 就卡吉玛了 卡吉玛 所以捆战啊 所以 这个故事呢 就是跟你们说 你们不管去森林也好 在路边也好 休息站到的去小边 不要乱乱下车小边 如果是我啊 如果突然间 这种时间点啊 半夜这种啊 我很了解啊 我都会忍到休息站 或者你们买一个瓶子 空瓶子放在车 或者你穿那个 那个 baby的pampus 对吗 ok 不要不要乱乱 如果你不要遇到 这种恐怖的事情 不要乱乱想玩 可是我也不敢下车去上 虽然是假的 因为啊 重点是很多朋友 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 你这样暗暗的时候 你会很恐怖 因为有时候可能那种 海外旁边那种大森林 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会有野兽去抓你啊 对 对不对 这很恐怖耶 我不是怕这种东西吧 我是怕捅 那个虫啊 突然叮我 不是叮我是讲 那个 有些熊啊 那种老虎啊 会冲出来哦 如果你突然间在那边 是很危险的 对 对 所以在路边呢 在森林呢 就能够飙小就飙小 你们车上带的空瓶用啊 他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员工呢 他已经尿急了 尿急了 谁记者去拜拜 说要小便了 就算如果你拜拜小便 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不接受呢 对咯 因为你只是讲耶嘛 我又没有答应你 我又没有讲可以 如果他们不接受呢 怎么办 其实呢 这种个案我有接过 他就是在森林 他是在森林开这个 开拔的 就是开发森林 开发森林 他烙烙小便 然后呢 这个东西跟住他 7年在他家 哦 叫我去的时候 我去通灵 已经7年了 然后怎么办 要把他送回去 蛤 这样是不是要大老远 又回到那个地方 可能那个7 可能那个7年了过 那个森林 都不懂在哪里的地方 还在 只是已经开发了 只是送回去了 哦 跟住他家 跟住他在他的家里面 然后影响他的小孩之类的 对 我之前上班也是有一个 他是那种像 刚刚毕业出来 然后过后他是刚好就是 做那种行业 就是做片门 然后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是 会要一直出去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车 停在那个坟墓 然后他不信邪嘛 所以他就直接 随便当中小便 然后也没有讲 然后也不相信的那种 然后过后结果就 直接从那天过后 一直有车 又包掉镜子啦 一些又什么东西 那个 呃 轮胎又突然间 包啊 什么之类的 就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又破财啊之类 就那种很多暗示 就是让他很多 不顺这样子 然后就来找我算牌 然后我就讲 你是不是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他讲 为什么你会知道呢 因为我们算牌 他是完全没有跟我讲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是不是乱乱 因为你都醉了 他也不相信哦 他讲怎么可能 然后他就讲不相信 然后过后就叫我帮忙他 然后我帮了他过后啊 他之后还是一样不信邪 还是一样 所以 没有办法 我帮了他一次 我不可能帮他一辈子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不是说你不信邪 是说有时候 不要自找麻烦 因为是你翻到别人 是你去欺负别人先的 所以就算是讲 可以帮你一次帮你两次 你一直这样子的话 你叫神也神帮不到你了 对 因为是你先欺负人家 所以对那个灵体来说 是不公平 就算你去找求神拜佛 去找神明来说也好 神明也会看 到底这个事情 是谁对谁不好 谁公平 谁不公平 那你对到那个灵体 你对他不公平的话 不可能神明会帮你的 因为这个宇宙是公平的 对吗 对对 所以大家也没有要很小心 尤其是我们啊 是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个案 所以今天神明师傅 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非常的好 因为可以给大家 更多人有这个警示的作用 就是让你们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这样子去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来自找麻烦 对 那星天灵的心声的故事就在这里了 对对对对 OK 那星天灵的故事就在 对对对 好我讲 那今天灵的心声呢 就到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留言你对这个影片的看法 还有如果你们想要看什么主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都会看留言 然后记得不要忘记去follow我们两个 还有我们的官方IG 我们会有时不时都会有这些短视频的分享 学学的智慧给大家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 记者满航杜眼龙秀的Facebook page 我们会有做直播 时不时都会做直播来跟大家互动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其他的平台哦 所以我们记者满航杜眼龙秀 还有每天晚上七点 主持报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记得要关注我们哦 主持报布影片哦 拜拜